焦点找回国内要带您看 前国泰信托董事长蔡陈南 收藏的2000多件古董书画 因为债务被抵押 而其中有1800多件书画作品 将全部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购藏 外传价格高达10亿元 但是故宫不愿意正面回应这个消息 25年前 实行崩报击垮蔡陈南的金融王国 当时作用2000多件 全台最精美的私人收藏 全都成了还债的抵押品 不过当中的1864件书画 已经被故宫全部定下 收购金额外传是10亿 对此故宫不愿正面回应 这个10亿的是 我现在讲的是不正确 这不对 那关于那个建家 其实我想 那个可能你们还是要去问 那个中央存保公司 故宫表示 这批内容以19世纪末 到20世纪为主的近代书画 正好可以弥补故宫院藏的不足 而除了书画外 故宫还挑选了51组件器物 剩余的304件 则交由民间拍卖公司拍卖 有民间的收藏家就表示 基于文物保护 故宫当然有优先购买权 但要解释清楚建家标准 到底挑了什么东西标准在哪里 那到底还有多少东西 像历史博物馆说他想要没买到 此外由于拍卖公司也开放给外国 及中国收藏家参与竞标 国内收藏家就担心 像乾隆遇袭这类文物会流落海外 对此拍卖公司也提出澄清 乾隆他一辈子磕了1800方 那1800方里面 他比这一颗还要重要的非常多 他只是一个闲章 没有国保的问题 拍卖公司表示 中央存保公司委托的304件物件中 有许多是当代艺术品 这个周六将针对55件物品 进行第一场拍卖 记者仁伦 张志诚 台北